我們就看到了台南地界署昨天起訴了 起訴了一場 等於說今天台南地界署展現了強大的魄力 可是又不對 因為你說這個起訴說太怪了 還有你六個人 所有的人全部交報 全部交報 加上起訴說的內容 你一個老社會記者 你覺得這中間太有問題了 對 其實我們之前在講說 你這個案件政府議長選舉的話 你在那麼快的時間內起訴 一定是有一個很堅強的一個證據 你起訴完之後呢 你壓了六個人 我們不要講六個人全部換壓 換成法院來嚴壓 應該你至少要換個 一兩個人知道 你的主謀一定要壓住 你沒有壓住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把案子繼續辦下去 可是呢 昨天地方法院 在郭待欣300萬交保 然後呢這個Tokea200萬交保 他給的答案是 他們都是有社會上相當名望的人 但我就問Tokea 他們說沒有逃亡之余 Tokea之前不是有去爬山了嗎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恐怕是辦假的 另外來講 在整個起訴說的內容 對 起訴說的內容 寫得非常的juicy 寫得好像就是跟真的一樣 然後呢甚至還跟這個誰講說 如果你這個黃復興黨部 的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如果你票投給邱莉莉之後呢 選不上 或者是人家不提名你 沒關係 你落選的話 一個月12萬的一個薪水底薪 我們保障你四年 哇 大家聽得很驚訝 而且兩家建商你隨便挑 打八折 打八折 你就覺得說哇 這個東西好像是一個很漂亮的故事 但是你以一個重要的角度來講的話 司法角度來講的話 這只是個故事 我今天告訴你這個事情 沒有證據 我做了沒 我 欸 都是四年以後的事情耶 你要拿我怎麼辦 那是為誰 對 都是為誰 所以整個在法院上面的話 恐怕是沒有辦法弄到他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呢 你看看喔 他們有講說一票一千萬 一票兩千萬 但是你的起訴書裡面 都沒有提到錢的來源 真正錢 對 真正的錢 到底是邱莉莉給的 邱莉莉給的 還是郭彈希拿出來的 你都沒有把錢的來源 跟錢的流向 到最後 我們講說一個重點啊 楊志強不是被找到了八百萬嗎 然後呢 邱莉莉不是有兩百萬嗎 那這個錢 是你要給誰的 或者是 誰退回來給你的 因為那時候不是國民黨 不只是要買三個嘛 還有後援的部隊嘛 所以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所以錢要有進有出 對 如果真的說 我們地方人是講說 你真的要查的話 你要從八十八槍槍擊案 那時候講說一億元嘛 這一億元是真的有人拿出來 光電業者拿出來 那你有沒有分到 或者是有沒有人拿到之後呢 這錢是進入到政府 到政府議長選舉 你不會拿自己的錢出來 是有聽的 你一定是把錢拿到賓 這邊拿了錢之後呢 賈介議長的選舉 來把錢丟出去 你這樣才有辦法 把這個案情給扣起來 但是呢 這一次的起訴書 都沒有 都沒有 但是有個重點 有一個新的方向 就是有人拿這個光電業者的股票 拿出來扣 但是這個東西 如果到最後 你的這恰特定人是誰 這些人一個都跑不掉